歌舞员老顽童究竟谁更强 少林妙峰和神爪大罗 结伴去北京拜访歌舞员之后 都把歌舞员捧到了一代宗师的位置上 而把徐州的霹雳手老顽童 说成了江湖新活 表演卖艺的 传统的通背群 它是一个传统公司 打钢筋混泥土 那些网络大师跟歌舞员陈霍老师 不是一个段位 那纯属是一个表演 而且他们发的也是那种实力 首先必须承认 歌舞员与老顽童都有真功夫 至于到底谁高谁低 小编今天就来八卦一下 这里说的功夫 不是指所谓的杀人计 也不是指擂台比武 什么是功夫 简而言之就是花时间练出来的 一般人做不到的就是功夫 比如徒手打扳手 歌舞员和老顽童都擅长打扳手 如果拿歌老师的徒弟小宝来比较 小宝打扳手是长距离发力 而老顽童就是短平快 总之 打扳手这方面 双方是不分伯仲 当然 不是什么扳手都能打开的 老顽童不止一次说过 只要能用锤子砸弯的扳手 他们都能打弯 而妙峰拜访歌舞员 带去了一把成钢的扳手 歌老师也说打不完 他用钢的话就打不完 这个力应该早就 纯钢的话就有那个韧性 他就跟那些汽车的工作板一样 你知道他有弹性 有弹性的班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打 至于打砖 二人都表演过 老顽童打的砖种类更多 最牛逼的还是老顽童打混凝土 从C25打到了C40 老顽童都能打断 不过歌舞员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展示 两个人的手臂都很硬 都挨过别人的拳头 不过都展示出了相当的硬度 歌舞员经常表演打人 被打的人最多能挨三下 而且上门挨打的人还络绎不绝 老顽童的手从来没有表演过打人 而老顽童自己的说法 他已经封手了 毕竟C40的混凝土都能打断 不敢想象 把混凝土换成人的胳膊会怎么样 歌舞员还擅长的 那种看着和没有一样的发力 用腿踢人 没练过的普通人 挨上就撑不住 但经常练搏击的 还是能挨得住的 老顽童腿可能也吃过了 不过听C25的混凝土 还是不在话下 只谈硬度的话 老顽童的杂手断混凝土 可以说是拳网无人可及 如果说歌舞员练的是筋膜 那老顽童这个杂手 可以说是硬气功的范畴了 换个普通人 一下就是粉碎性骨折 单拳倒立 更是证明了老顽童拳头的硬度 更夸张的是他还要背一个人 另一只手 领三桶水 一共负重200斤 放眼泉瓦 没有见过第二个 歌舞员从来没有展示过指令 而老顽童的虎爪弓 单手二指俯卧撑 轻松捏爆一拉罐 随便一下 都够普通人练上好几年 说完了引弓 再弹软弓 歌舞员身高接近一米九 两百斤的体重 柔韧性算得上是不错的 不过除了这个单腿跳 就没有展示过别的了 而老顽童的金刚铁板桥 一字马 朝天灯 负重叶问敦 随便拿出一样 在他这个年纪 都是令人惊叹的 功夫就是内外兼修 筋骨髓的修炼 炼筋 断骨 入髓 身体软如柱子 用如钢铁 综上所述 从老顽童展示出来的功夫 全面性和多样性来说 目前来看是无人可比的 歌舞员成阔虽然也很优秀 但从展示的全面性上来说 比不了老顽童 更关键的是 歌舞员还不到30岁 老顽童60了 我们知道很多人年轻时功夫很好 比如武打明星 刘家辉和李延杰 但上年纪之后 功夫都料下了 身体也不行了 而有什么比老了 有个好身体更重要的呢 没有 他那个 他打了三下 还是两下 他都打不断 最后他是把那个手 放在上面砸断的 这也是个杂技表演 他下面还有几块 那个海绵垫子 特别软 手上又绑了那个绷带 可以保护手 拿了那个铁码 外面是胶的 里面是铁的那个 打混击土的最前端 这样打 只要是个稍微练过的人 他都能砸断 就我本人去 我也可以击中砸断 那个不是功夫 那就是杂技表演 你让我觉着恶事 不要脸 那么为什么妙峰 和神爪大罗 都抬高歌舞员 而贬低老顽童呢 这是一个问题 哥老师在某英 有190万粉丝 老顽童才50万 而且哥老师在帝都北京 老顽童在徐州随林 歌舞员好客 广交天下游 而老顽童不太喜欢 武林中人平凡到访 更关键的是 歌舞员是正宗的 通辈全传人 按武侠小说中的说法 属于名门正派 有师诚 有头有脸的 而老顽童拜师的时候 他的师父是82岁的乡下老头 虽然老顽童学到了一身本事 但是他的江湖地位 相当于郭德纲 遇到侯耀文之前的那种状态 空有一身本事 没有师承名分 所以老顽童在功夫上是没得挑的 但在名气上还是歌舞员更胜一筹 那么最后的问题来了 如果是屏幕前的你 选择一个人学功夫 你是选歌舞员 还是选老顽童 大家可以各书起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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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